视网膜脱离手术后需要注意什么? 邵轩,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眼底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视网膜脱离手术分为两种手术 我们下面就根据这两种手术的不同来交代相应不同的注意事项 首先就是鞏膜环渣外电压术 这个手术术后是不需要患者的体位配合的 第一点,你们要按照要求严格的利用眼药水 第二点就是注意用眼卫生 避免生活用水及其他污染的水进入眼睛 第三点就是让我们眼睛彻底的进行休息 一般来讲在外露术后 我们会建议病人全休三到四个礼拜 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视网膜脱离术后 是要避免进行重体力的劳动 或者一种对抗性的竞技性体育 或者是一种风险比较大的娱乐活动 比方说过山车,比方说蹦极 再一类大的手术方式就是玻璃体手术 玻璃体手术术后最重要的注意事项 我说三遍 体位配合,体位配合,体位配合 因为我们的玻璃体手术之后呢 会采用硅油或者是目前来说的消毒空气填充 术后需要你进行严格的面向下体位 如果体位配合不好的话 我们视网膜就没有办法进行满意的抚位 那么其次我才会说 要严格的按照医嘱 滴用原药水大概四周 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休息眼睛 第四个呢跟我们歪路手术一样的 也就是说摩托利术后 我们要建议还是全修三到四周 避免重体力劳动 避免重体力活动 避免一些竞技性的体育运动 和一些风险刺激性的一些游乐项目 专家提示 一 拱膜还扎外电压术手术术后 要按照要求严格地用眼药水 注意用眼卫生 让眼睛彻底休息 二 视网膜脱离术后 要避免进行重体力的劳动 或者风险比较大的娱乐活动 三 玻璃体手术术后 最重要的注意事项是体位配合 四 空气填充术后 需要进行严格的面向下体位 使视网膜进行满意的复位